C4是直接抓业绩的栏位 但基本上它就是我们有定义一个名称叫业绩 所以其实这个C4甚至你也可以把它用F3 把它用什么呢?用业绩来代替 也就是说它只要在这一个范围之内 它会自动去抓到它对应的列数 把对应列数的资料带过来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用业绩的话 你会发现按个打勾下下填满 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如果将来你把它跟什么 跟VBA搭配的话 那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刚刚VBA是要再把那个C4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I 那如果说你用那个用名称的话 你会发现用名称这个应该是业绩 这个地方的话你只要把业绩这个地方打上去 或者是直接贴上也可以 直接怎么样 这个假设我们如果公式重新来的话 如果你不要这么麻烦 甚至你会发现 如果改成完全用名称的话 连一行 刚刚那个东西都不需要 完全都不需要修改 甚至是这边也是一样 G这个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我们应该 它就是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这个 它的位置 那所以其实甚至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 一样 这个就指什么 指这个 那这个我们按F3 一样是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那如果它指的是某一个的话 那它就是抓那一列的那一个资料过来 那底下这个是要一个范围 所以它就把整个范围抓过来 就是实际上 它的名称还蛮有趣的 如果它要一个就抓那一列的那一个 那如果它是要全 比如说REF这边是要一个范围 它就把那个范围整个抓过来 不过有些同学可能会confuse 这大家了解一下 按确定之后 当然结果应该也会是一样的 这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把刚刚的公司复制 取消一下 一样怎么样 把那个公式贴到VBA里面 这个刚刚是 我们是还要去改一个I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用名称的话 全部呢 甚至都不需要修改 就可以一键完成VBA的输出了 所以定义名称加VBA 好像蛮match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可以自己再搭配一下 那其实 这个也是偶然间发现的 坊间的书籍也没有特别讲这些 你会发现这种写法 还真的在外面书里面找不到 其他书完全没有用这种方法 这只有我自己这样用的 为什么这样用呢 到底很简单 就是程式越简单越好 我讲过吧 我的原则就是 程式越短越好 逻辑越简单越好 就是我写程式的 算是一个写作的一个基本的那种写作的方式 所以你会发现我不管写任何程式 越写越简单 而且逻辑越来越简单 不像坊间的书籍 我发现坊间的书籍越写越复杂 看漫天越看越觉得头痛 而且那些书真的 你不要把它当一回事看 你把它当一回事看 你越看越痛苦 因为都看不懂 对不对 而且看得很 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看那个书的时候 你真的要把他消化之后 再去了解到底作者要讲什么 因为这个作者有时候 他其实我发现 他也根本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他就把它写完了 所以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写给别人看 别人当然也不知道他要写什么 所以这个是还蛮 那我的程式 现在越简单越好了 当然没有太多东西 所以以后 也许你跟VBA连结的话 可以用定义好名称 再直接输出 很多事情就可以很轻易的搞定 但是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我讲过了 输出公式的话 因为输出公式 当然不像说直接输入值 比如这边只是3万5 但是里面的话 如果你输出公式 它就一串 对没有 那相对的有个缺点 就是你的档案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OK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 让你的档案变小 你可能还在想说 你不要丢公司 你丢在VBA算完的结果 可是在VBA算完的结果 你可能要想VBA 要用VBA的方式 做出结果 再丢到出称格 那那将对的程式 也会比较复杂 OK 所以大概跟各位 讲一下这部分 其他像清除的话 其实清除我们的写法 是一个一个的清除 所以这种写法 其实也没有错 可是它效率会不好 当然目前因为资料不多 感觉不出来 可是如果说你将来资料多的话 你会发现它奇怪 怎么好像慢动作 一格一格一格 其实它就一格一格 一格清除 换下一格 所以比较有效率的做法 是怎么样 应该是把整个范围做清楚 所以将来你可能要去思考 如果你要有效率的话 你可能要把Sales改成Range 也就是说 第一个你要告诉它范围在哪里 那如果说你要清除的话 是从D4到H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你的叙述是怎么样 应该还有印象 Range 前刮符 从D4到H的最下面一列 and 最下面一列的叙述是and什么 其实这边有 所以其实干脆 我把这边拿来复制贴上就好 就是最下面一列 H的最下面一列 点什么呢 Clear Contents 打一个Clear Clear是清除全部 那我要清除内容的话 就Clear Contents 这样子就搞定了 这样的写法叫做范围清除 上面的写法是一个一个的清除 差别主要在效率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的大范围删除 我是建议用这个方法 而且程式也比较简短 只是说你可能慢慢习惯 这两者的差距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叙述 因为这我想我们做了蛮多次了 Sales 储存格 Range是一个范围 它的改变 可能以这一题来看是感觉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将来你可以找一个资料大一点的 这好像没什么感觉 因为资料可能还要像跨工作表或跨多栏的话 就会有感觉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把刚刚的讲的部分再做练习 这个的结果 你其实也可以参考我们的检视与参照函数的 在云端上检视与参照 云端白板里面的检视与参照 里面也会有答案 你就把这个打开 然后我刚刚做的东西 基本上云端上也有 所以你如果刚刚的东西来不及记的话 你也可以往下找 这是上上礼拜 我们讲的 那底下的话你可以往下拉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这个综合练习2的VBA程式在这里 我们做的东西都在这里 那最后的VBA 刚刚做的这两个 这两段程式 其实如果你手脚比较慢的 你可以复制贴上 那我有特别把那个I的部分 把它用红色mark起来 这个你当然也可以改成 我刚刚讲的用名称也OK 那其他的话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再开启那个 另外一个练习题 其实这边 每一题练习都有答案 不过都在云端上 那可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每一题讲 但是所以我们可能就挑 几题出来讲 那等一下的话 请各位开启那个人事分栏这一题 那这个逻辑也非常单纯 这边是做完的结果 这边是B栏是来源 我希望呢 它可以帮我怎么样 分栏 意思就是说 它本来是一变成四 有没有你会发现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刚好是一二三四 纵向的四个 刚好是横向的四个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 刚刚好 可以很快的 不过最好是VBA 按下去就好了 不过我们基本上解题 都是先从函数开始 可是函数的话 你可不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用Vero函数 这一题应该是做不出来 为什么Vero函数呢 它只会查第一栏 我第一栏 那带回来 如果带第一栏 好像也可以 这个可能试试看 但是我比较建议你可以用 像我们前面讲Index 或者是Indirect 这个几个 再来也许用VBA 所以等一下的话 我们先用函数的方法解 再来用VBA的方法解 但如果你可以想得出来的话 可以先试做看看 因为工作里面 常常会遇到资料 要有分 分完之后还要合 分分合合 分分合 其实很多的动作 你就变成要人工处理 但人工处理很浪费时间 所以呢 像我的VBA课程 很多地方就是处理 资料的分分合合 像我们范围的资料的分分合 跟工作表的分分合 有没有一个工作表要分开来 也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或者像很多同学遇到什么 还有档案的分分合合 Israel里面可能有很多工作表 你要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之后 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要很浪费时间 不过工作表跟工作部的分分合合 可能会是在进阶的课程里面 才会讲到 那前面也许先从那个 储存格跟范围的分分合合 为主 不然的话你这边前面都基础没打稳 后面恐怕会更困难 但是概念很多是一模一样的 好像回圈 像反向的删除 这些都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等一下做完那个 刚刚那一题的话 请各位再开启325 325人士分栏 然后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如果你可以用Vero函数 也许可以试试看 Vero函数 然后Index Indirect 或者其他的都OK 再来就是用VBA试试看 VBA有没有什么方法 一键按下去 自动帮你把资料分开来 那分开来之后的话 还有要解决第二个问题 就是前面有一些 冒号以前的那些字串 那些文字我不要 可是我要怎么把它删掉 这个我想请各位 试试看这个概念